大家好 我是POL746的小生 我是Hugo 上次PS5 Pro寄到我们Studio的时候 我快快手手拍了几条小片 话说今次PlayStation都非常紧张 每一个项目都不想洩漏出去 所以我们上次都只能跟大家分享这个外壳 但今次又不同了 今次时间上我们已经触及限制了 Sandard版的PS5对比PS5 Pro版 我稍后会找到两个游戏去试 最主要是針对画质方面的提升 PS5 Pro其实到现在来说都非常神秘 究竟硬件提升了什么呢 我们综合了坊间的资讯 都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现在立刻来看看PS5和PS5 Pro两部机 究竟差多差 我们值不值得去升级 一起来看看 未跟大家实测今次PS5 vs PS5 Pro之前 提醒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下全部 我们有相关影音相关的东西 我们都会有机会做评测和介绍 PS5 Pro就在你身边 你现在的心情如何 我心情其实都挺激荡的 因为之前传闻都传了两年多 但是外观的变化 我反而觉得和Slim版比较相近 那部分突然间会冷静一点 但是当我看到官方说在画质方面 特别在物理效果 例如ray tracing 光追方面有提升 这部分我真的想开出来再看看效果 坊间的朋友说 这部PS5 Pro在设计卡上 这方面其实就会有提升 就好像类似 类似 类似就是我们玩NVIDIA的3000系列 和4000系列的分别 所以今次除了光追之外 在那个解像度和那些密度的提升 是不是应该都会好一些 官方说它是在景深方面提升 其次就是我其实比较会着重 因为我其实都是玩一些打丧丝 即是那个物理效果 例如风吹草动的效果 出来的那种真实感 或者甚至可能我追求多一点 那种电影感是否吸引我去玩一款游戏 这部份来说我都会看重 这部PS5 Pro 好了现在小室身边 就有一部Sony QDO电视 A95K 亦都是支援到这个PS5的好拍档 所以刚才一插进去的时候 那些HDR 光暗位都自己追上了 而这部机器亦都有一个Game Manual 按出来给大家看看 看到开了个VR 另外有个解像度是3840x2160 4K 以及在行HDR 10 那现在我们就试试这部旧版的PS5 就试试这部Spider-Man 2 以及The Last of Us 2 这个Remaster 两部机比较一下 让大家感受一下 以及看看画面 究竟是我们看得见的提升 好 马上来 我想这部部的质量好像比较多 比较多 还有那些FANOM走出来的白色 那些光好像舒服一点 格数足够 变得自然很多 但是那个声效好像没有刚才那么厉害 哇 刚才那只爪的黑白位没有那么鲜明 哇 哇 先讲Spider-Man 我觉得是PS5 Pro和PS5比的话 我觉得PS5 Pro是物理先决 官方都挺主打光追 但是我觉得其实出来的感觉 不单止光追 刚才小室你也提过 在镜头里也提过 你发现在开门的时候 你见到Motor Myers膝蓋的胶 如果是在PS5 Pro 那个胶的质量会再强烈一点 是 再胶一点 再胶一点 然后我觉得是那个光灵面 就是那个光灵面是再强烈一点 其次可能在正游戏里面 在游戏里面玩的时候 就是我飞过去追那只沙漠的时候 我记得有一些效果 我记得一定会看到 你看到大厦的反光面 如果我们在PS5那里看 我们只知道它是反光 但是去到PS5 Pro 差不多可以看到物理的层级 再开尽一点 镜面会反到对面街 大厦的另面 而且你会不同的角度看下去 其实那个阳光的折射 或者物理的折射 都会有一个效果 这部份来说 我觉得都是蛮惊喜的 还有我自己就会觉得 在Spider-Man有一段 就会追 即是会弹了背着那只爪出来的时候 那只爪 其实每一个关节 原来都有一个蓝色灯 在PS5那里的时候 其实那盏灯原来都有在 不过就没有那么鲜明 没有那么高光 但是在Pro上 我觉得它就特别 好像HIGHLIGHT 变了一个螢光色 我觉得在Pro上 其实它特意将这些所有的光位 再拉高一点点 而且颜色的阔度 应该是再高一点 所以你会看到 颜色的深度更加强了 光度也更加高了 所以在画面上的立体感 也会强了 打起机上来 就算我们刚才是同一个Mod 同一个HDMI Port 同一条HDMI线 同一条电源线也好 它出来的画面 你都可以看到一些东西是实正一点 而且会拉高了 拖板那盏灯也不同 它是这些小暗位 特意将高光位扯得很高 地下的地砖的纹理会清晰一点 这些塵真的很明显 那些光位是会见多了 看多了一会 不是开玩笑 我从来没有意义这间房 外面原来有东西看 是呀 我玩了很多很多次 这是最后生还者 Part 2的Remaster版 我觉得也挺明显的 因为刚才我玩Lobby的窗截 看到第一眼进入的空间 你会看到塵土的效果 非常是更加强烈 好像有很多塵的画面 之前在PS5上面 其实塵都会看到 也有前后景深 但你就会看到是有塵 而且不是太密的 但去到Pro的时候 你会看到那些塵的密度 远近的景深 大小的分明明显得更加强烈 我觉得它除了是机能更加强烈 其实它在遊戲中 应该加多了一些塵 在我眼中 其实它最主要的 那种 其实是所有的物理效果 其实是有齐 但是只不过是 或者放在PS5那里 可能是7成的比例 但是如果去到PS5Pro 可能开到9成 那9成就牵涉了物理效果 比如有塵的移动 那张地毡更加强烈 或者有些摺烈 那些效果可以开尽 我觉得出到来的那种临场感 或者甚至可能电影感会更加强 刚才我们开这个游戏的时候 其实都特意有一个设计 问你开不开PSSR的功能 这个功能正正就是 不需要再在解像度和流畅度 去做一个二选一 PS5Pro的机能就可以把两者结合 令到你可以在画质上 和流畅度上都可以有提升 但是当然就会使用4K60P 但我们刚才看到实试的效果 其实无论是画面的精细度 画面的景深 和画面的实际度 其实都会比PS5来得自然 舒服和真实感会更强 尤其是在Lobby 地下的砖 砖的颜色都会不太平淡 而且你会看到层次的级数会增加 我觉得在Pro上 是会明显地看得到分别 但打机的时候的效果 就是靠这些细节 所有的细节慢慢堆砌而成 令到你更加投入 好像你这样 打到流沙汗 对 出了手汗 对 我们刚才打机的部分就实试过了 其实这个PS5Pro里面 在画质的设定也多了一些功能 不如我们一起进去看看吧 好 去到萤幕和影像那边 你会看到解释到这里都是玩自动的 进去看看是否有8K可以选择 没有 只是2160 不要选择 再下 但多了一个允许8K输出 这个位置之前在PS5是没有的 另外有个强化PS4的游戏画质 解释一下 基本上是给你的旧游戏 有些人 因为有些游戏很多时候是 PS4年代出了之后 PS5基本上没有做任何的增强版 没有给Patrick 这部份来说应该是透过它的GPU 去做了一些上升 它都很强调 如果有问题的话就记得禁止它 因为可能会有缺乏 好了 今次来说就和大家快快手试了 这个PS5和PS5Pro 上面就两者同一只游戏究竟的效果是怎样 你怎样看价位和值得升级 我觉得如果你说是 譬如家里的电视 你差不多是55吋起跳 然后玩到可能60多70吋 兼且可能你的享受游戏的距离 大约是2米 即是一个相对近的一个埋伸 接近是有些近Imax的那种打机体验 我觉得PS5Pro是一个必须 因为它给到你的细节或那种体验 我觉得是超过三千多元的一个相差 我自己会觉得如果你是一个重度打机的朋友 其实几千元的付出 你可以得到那份 游戏内的那种完整性 我相信不是打一两次机就完整了 整个体验相对来说你都会感受到 它那份机的松容 是明显比PS5更加好的 所以我自己就会觉得 看看你是哪一类型的打机人士 例如我这样的话 我相信你可能未必需要升级 但如果你说不是 其实我一到星期五六日 就打着它就吓的话 我相信PS5Pro这部机 即是去到五千多元 其实都不算是一个很贵的一部游戏机 当然要比PS5现在的定价 都贵了差不多三千元 但这三千元可以得到所有的享受提升 我觉得都值得 所以刚刚新出 顾之前就多人玩的 我们这条影片也都轻轻和大家 实试一下在我们影音的角度来说 究竟打这个PS5和这个Pro版 其实需不需要提升 那你会不会因为这样有手 我其实已经想找人去 接管我家的PlayStation 5 好了 今次就会和大家先试了两个大游戏机 另外之后我们也会有其他影片 再和大家分享 这部PS5Pro 其实对比起其他机的效果 如果大家都想知道下次我们试什么的话 就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次有新片就会通知你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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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塑 优优独播演 优独播 pest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